在菲律賓 幾百名示威者 星期一在馬尼拉抗議新反恐法 總統杜特爾特將會發表國情之文 警方威脅將會拘捕示威者 一名從新西蘭前往南韓的旅客 被檢測出感染新冠病毒 新西蘭當局說將會追蹤並且檢測 曾經與該旅客接觸的人士 在美國德州奧斯丁一名持槍的示威男子 上星期六被一輛開向示威人群汽車的駕駛的人士擊斃 死者名字是福斯特 歐洲多個國家包括西班牙、比利時、德國 新冠感染病例上升 各國宣布新一輪的隔離和防疫措施 奧大利亞官員星期一說 除了維多利亞州之外 新南威爾士州在過去24小時內 亦出現新冠確診病例 its 新北高興 按 rehearsal 設計劃 具體